大家好,我是Gan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关于电灯的 跟那个电器的问题 大家有时候 当 可能你们在洗澡 或者在用电的时候 可能突然间家里的那个电灯泡 或者是电器呢 突然间就不能操作 有可能它 原本是亮着的 那个电灯泡 它就突然间 熄掉 或者是可能 有的一些电器 它就在操作 在走着 但是突然间就停止了 那可能不是它的电器 或者是那个电灯泡的问题 就是不是电灯泡坏掉 或者是电器坏掉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你先要去检查 到底你的那个家里的电源 有没有跳电 有没有断电 断电呢 那是因为可能家里的其中某一个电器呢 它有 啊 产生 一些大量的电 或者是可能突然间 啊 有有问题 电器有问题 所以它才会 断电嘛 就是它预防 那个电器 电源呢 会 避免它导致发生 那个意外嘛 或者火灾嘛 那 那么第一个大家要去检查呢 就是说先去找那个 电 总总电 就是面税 啊 我们在家里 他都有一个 啊 有一个面税 就是 你 他的所有的电视 就是 通过他那里 他才能够把它输出来 他才能够 其他的电器啊 或者是电灯 才能够操作 那么你要先去看咯 如果那些电器呢 全部他 那个 总总 总电呢 他的 他的电源呢 他全部是朝上的话呢 朝 就是 那个 那些电源是没有什么问题咯 如果他有一个 其中一个部分呢 他朝下面的方向呢 就是可能 其中一个电器有问题 他的 他的电器有问题 那么 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电灯泡坏掉 就是你 就是先要去 先检查 电源 有没有断电 然后检查了之后呢 如果 检查到 检查了之后呢 他 那个电源是有 某个电器 或者是 有问题的话呢 你就是要 先把那个电 电器拿掉 拿出来咯 不要 再 再用了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也就是 啊 或者是说 可能如果电灯泡 他没有问题呢 你就不需要去换电灯泡了 因为 不是每一样东西 就是 他当有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是 可能是 那个 电灯泡啊 或者是电器的问题 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 了解 啊 因为 如果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呢 他的那个工厂 比较多 然后他们用的那个电量 也比较多 所以呢 有时候 为什么电灯泡 他会比较容易坏 就是因为 他的工厂很 用很大量的电呢 他有很大的那个电源冲突啊 所以呢 变成 你的那个电灯泡的寿命 会比较短 然后 然后 我们用的那个电灯泡呢 也是要 可以 可以的话 就是尽量买 不是最贵 不是最贵的电灯泡呢 才是 最好的 所以 你那个电灯泡 可以用 多久 可能 两千 啊 两万五 二十 两万五千 个小时啊 啊 就是 大概是一年多 两年啊 或者两年多啊 啊 那个电灯泡 你就可以拿来用啊 啊 那么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 不是最贵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 只是说 如果他 这个东西 这个电灯泡 他可以用 超过啊 两万五 五千 就是二十五千 个小时的话 就是代表他 这个电灯泡 可能可以用 差不多两年多啊 啊 差不多两年到三年了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他们有 有 在生产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 提 跟啊 显示出来呢 就是在那个 他们的那个 产品那里 也显示出来呢 你们就可以拿来 买来用啊 啊 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 讲解的 所以就是说 啊 不要什么东西都先 先说 那个电器 或者电灯泡的问题 要先检查 那个电源 如果电源有问题 那么 其他的 其他的 电器呢 或者电灯泡呢 他就不能操作 啊 那么 就这样子呢 就是可以减少一些 一些 麻烦了 好 那么今天就 讲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大家好 我是蓝 今天呢 我成为大家分享 关于电灯的 可能那个电器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 啊 当 可能 你们在洗澡 或者在用电的时候呢 可能 突然间家里 那电灯泡 或者是电器呢 突然间 就不能操作 有可能它 原本是亮色的 那电灯泡 它就突然间 熄掉 灭熄灭了 或者是可能 啊 你有第一个电器 它 有在操作 在用 在走的 但是房间就 啊 停止了 啊 那可能 不是它的电器 或者是它的电灯泡 的问题 就是 不是电灯泡坏掉 或者是电器坏掉 这个 这个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 你先要去 检查 到底你的那个 家里的电源啊 有没有烧电 有没有断电 断电呢 断电呢 是因为可能家里的其中某一个电器呢 它有 啊 产生 一些 大量的电 或者是可能 断电 啊 有问题 电器有问题 所以它才会 断电嘛 就是它预防它的电源呢 会 避免它导致发生 那个意外嘛 或者活摘嘛 那么 第一个大家要去检查呢 就是说先去找那个 电 总 总电 就是Mainchips啊 啊 我们在家里 它都有一个 啊 有一个Mainchips的 就是 你 它的 所有的电器就是 它都经过它那里 它才能够把它输出来 它才能够 其他的电器啊 或者是电灯包才能够操作 那么你要去人去看哦 如果那些电器呢 全部它 那个 总 总电呢 它的 它的电源呢 它全部是 朝上的话呢 朝 就是 那个 那些电源尊呢 什么问题呢 如果它有一个 其中一个部分呢 朝下面的方向呢 就是可能 其中一个电器有问题 它的 它电器有问题 那么 如果 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电灯包坏掉 就是 你 就是先要去 先检查 电源 有没有断电 然后检查之后呢 如果 检查到 检查了之后呢 它的电源是有 某个电器 或者是 有问题的话呢 也就是要 先把那个电 电器拿出来 好 不要 再 用了 好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也就是 啊 或者是说 可能 如果电灯泡 它没有问题的 啊 你就不需要去换电灯泡了 因为 不是每样东西 就是 它当有问题的时候呢 它就是 可能是 那个 电灯泡啊 或者是电器的问题 所以 这个东西就是 给大家 了解 因为 如果 它有一些 其实可能有一些 地方呢 它的那个工厂 比较多 然后 它们用的那个电量 也比较多 所以呢 有时候 为什么电灯泡 它会比较容易坏 就是因为 它的工厂 用很大的电呢 它有很大的那个电源冲突啊 所以它变成 你的那个电灯泡的寿命 会比较短 然后 我们用的那个电灯泡呢 也是要 啊 可以 可以啊 就是要买 不是最贵 不是最贵的电灯泡呢 才是 最好的 是 你那个电灯泡 可以用 多久 啊 可能 两千 啊 两万五 二十 两万五千 两万五千 个小时啊 啊 就是大概是 一点多 两年啊 或者两年多啊 大概电灯泡 你就可以拿来用了 啊 那么 不是 所以我就是想让大家说 不是最贵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 只是说 如果它 这个东西 这个电灯泡它可以用 超过 啊 两万五 五千 就是二十五千 个小时的话 就是代表它 这个电灯泡可能可以用 差不多两年多啊 啊 差不多两年多 三年啦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他们有 有 在 他们已经有 皮 跟 啊 显示出来呢 就是在那个 他们的那个 产品上也显示出来呢 你们就可以拿来 拿来用哦 啊 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 讲解的 所以就是说 啊 不要什么东西都先 先说 那个电器 或者电灯泡有问题 加上检查 它的电源 如果电源有问题 那么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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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呢 或者电灯泡呢 它是不能操作 好 那么就这样子呢 就能减少一些 一些 麻烦啦 好 那么今天就 想要特别 我们就去看 咦 干里啊 咦 咦 einfach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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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 石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